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总结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是研究部的高级分析 圆圆志愿在旁边和我们跟进一下 就是大市方面的表现 Hurry,早晨 你好 我们先看看股市方面的情况 五勢头继续向好 上周来说五升了13点 上证指数半日报2580点 升幅由0.52% 深证城市升33点 报8726点 沪深300指数升18点 报2704点 上证今天来说高位见过2593点 其实还差7点左右 就去到2600点这个高位 说的是创近40个月的新高 值得大家开心的是 互心两市加上的成交金额 昨天来说是5200多亿人民币 好像前日来说都过成5000亿 如果每一个势头这样的话 市况当然可以继续向好 有些分析 初步来说短期可以上网2600 如果再进取一些 3000点都只是可待 究竟你的位置在哪里 究竟内地股市今天上升势 暂时在哪些位置都可以留意 或者要站稳在哪些支撤位 是的 如果说看回内地的股市 但看上证指数来说 那个势是做得挺好的 主要我们见到 内地其实都很多政策出回来 首先就是 如果你说这两个交易日的成交额 这么厉害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减息的带动 激活了资金的情绪 其实我们见到本身 其实很多 如果你计算内地 5500多亿的量市成交 其实大家 观众要有个心里面 有数就是说 其实很多都是孖展来的 但是如果你说 如果借开孖展的话 其实大家内地的股物 都起码在看3000点这些位置 才有些肉食 所以我会觉得 我初步去看 是不是年底可以这么快 达到呢 有少少保留 但是年底要上到2800点这些位置 已经不是一个梦 所以短线 其实如果你看到今个星期 2600也是指日可待 对于A股现阶段的情况上 下跌的风险是什么呢 主要还是如果有一些IPO批复 锁了一些资金 会令到部分的资金先沽货去打伸 但是近期来说 上星期试过有一次 但是这个情况来说 被减息的因素已经抵消了 所以对于整个资金的形势 或者A股的表现 初步大家在看2600点 在政策面上 有很多政策 现在市场上开始猜测 四中全会之后 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个日子出来 开始传入 就是12月9日 所以你见到 就是一个现阶段 这两个星期 就是一个政策密集的高峰期 我们今天讲的有新电改的政策 有这个铁路的批复 有水利的建设 有上海的一些保险国十条 再加上药物的改革 其实泛泛都有的 所以我会觉得资金要炒的主题板块 相当之多 所以对于整体的市况上来说 我会觉得 起码2600甚至2700 其实是不难达到的 明白 都太多政策了 我想问一下 既然投资气氛那么刺烈的话 会不会留意中资献商股呢 其实有几个消息 可以和大家分享 就是A股新增的开会人数 来说的数目 就连续第六个星期 突破了20万户那么多 再加上在11月份 这些献商的佣金收入 亦都创了年内的新高 就是说 那个增长来说 环比增长有一成半 去到最新的数字 只看11月份 收入来说 有接近100亿人民币那么多 不单止 就是受到各个的利好因素 好像就是说 献商大获方面 就是因为减息 即不对称减息 令到每天的成交金额增加的话 对一些中资献商股 尤其是中信证券6030 就最为受惠 将评级由20元 调升到22.5元 看到都非常明朗 所以就说 这个版本来说 会不会继续受惠 因为好像6837和6030 相信都会破定 如果你说看中资券商股 先从理论的看法去看 是 如果你说减息 大家就会倾向 没有那么喜欢 放些钱进去存款里面 赚息 因为息少了 变相 比如说一些保险的产品 又或者是券商卖的股票 那个吸引力就会增加 所以就有个上升 第二件事就是本身我们看到 两市的成交额 去到5500亿 都会扯高 券商股的股价 而在开户人数上 我想A股的气氛 如果持续的话 会持续有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令到券商的收入 或者是相关的佣金 其实有个增加的趋势 A股呢 其实开户人数 如何吸引到它们 都是因为市升 内地股民是很喜欢买A股 是不喜欢买港股 所以这个形势上来说 我会觉得 中资的券商股 应该是有一个很不错的 继续有个向上 甚至是有大行去re-rate 它的情况出现 但是股价就升了很多 我觉得如果你说 在技术上的层面上来说 未必值得大家再搏进去 因为如果你说 看回中信证券这一阵 上到24元这些价钱 我觉得都已经是一个 挺夸张的一个破顶价 所以就 现阶段22元搏进去 10%都没有 我会觉得直播空间 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投资策略上 你有hold for 那你就保持住 只要 但如果你还没买 我就建议你稍微保守 等到有些回吐才能吸收 好啊 刚刚你也说到 很多不同的国策 刚刚看到 除了减息之外 电力股方面 又或者基建相关的铁路股 也是受惠的 密宅式出台的政策 好像今天看到 法国委方面 再批四条的跳楼项目 而且总投资额 有660多亿人民币 另外 也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印度方面 又和中国 签了1750公里的高铁协议等等 所以这个版本来说 好像升不原 是的 不断破顶 究竟这个势头 问来问去都是 可不可以保持住呢 如果现在入货的话 利润又多不多呢 是的 要先界定 市场一定有亢奋情绪 如果你有批复的情况 但是 两宗消息 有一宗本身是 法国委批复了四行铁路 这个铁路的工程上面来说 就有点肉食 但是 对于 印度的 新的一个项目来说 其实对于 譬如说 大家炒开的 390 1186 或者是中交建来说 其实就是国家任务来的 所以 只得营业额 毛利 就不会太高 因为 本身 就是 中国总理 或者是 习主席去访问的时候 拿回来的单 那些毛利 就不会太高 所以 大家要知道 那个情况 市场情绪 是会pricing 合约合同 进来先 但是 现阶段来说 我举个例子 390 5.67的位置 就升了相当之多 你算5元 买入都赚了一成多 所以 是否会试到6元 这个情绪上 我觉得 已经是pricing 部分 就是这些合约合同的 一些 利好情绪 再加上 已经pricing 减息了 所以 顶多 根据市场 亢奋的情况 可能会试一试 5.8 但是 现阶段来说 直播空间 就相当之小 好 剩下少时间 快点跟进来 就是港股的表现 恒生指数 今天低开10点 暴在23,833点 开始后 走势反复 其后到升 现在升24点 暴在23,868点 今天大约有百多点波幅 高位见过23,912点 低位23,799点 好像前日来说 大升400多 500点过千亿成交 昨日和今天的气氛 好像冷却了少少 23,868点 暂时的位置 在哪里留意 我看23,800期结 近连这两天 都在看期子结算 期子结算之后 我才会比较明确的方向 大家会看 先前的减息 是否因为下星期的数据 很恐怖的因素 亦都出了PMI 所以 情绪上 我会觉得 直到12月初 才会有较明显的方向 所以 大家拥债的内房股 或者一些负债高的资源股 暂时搜一搜 我想 指数最近 比较扎幅行上落 看期子结算是怎样 好 麻烦先 Hary 再和大家跟进一些 南售股上走的表现 汇控升6号 中移动跌6号 建行武器跌步5.73 公行升1线 中国银行升2线 港交所升3号 国寿升6号半 五友邦 腾讯和金沙中国个别发展 五友邦方面升近1% 腾讯升3号 金沙跌2号 长实和新地跌近1% 九仓武器跌步56.2% 中海外和华文置地跌近1% 中海油、中石化和中石油 跌1%左右 中海油方面跌幅较多 跌近2% 铺能能源跌近1% 中国神华跌1号 跌近1% 谢谢Harry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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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大家跟进 讲顾其他股份的表现 不要走开 有事想问可以继续打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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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